今天參加這個陳建宇老師的思綜 我覺得非常有收穫 可以從老師的試探看到一種赤子之心 因為我覺得自己在年紀一增長的過程當中 經常會提醒自己說自己要保有一些熱情 保有一些赤子之心 那今天就可以完全從老師的試探才收到這件事 然後我對於老師今天分享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生命的結果會取決於你的行動力跟生命力 那我覺得其實不管是工作還要面對生活也好 就是要有赤子之心、保養熱情 還有自己的生命力跟行動力去面對生活中的一切 那我覺得老師的態度很棒就是 他說生命中一定會遇到困難 無論是你的工作還是任何方面 那遇到困難就是重點在於你的反射動作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對我來講起發蠻大的 因為前輩的經驗總是非常有用 歡迎大家多來參加教練思索 歡迎大家多來參加教練思索